第四天 第四天 参见主上 知错了吗 崔羽举奉行 先斩后奏 丽莹安律处理 主生若是有废话 我绝无原因 但父亲能不能放了五个 此事与他无关 认罪 但不知错 你是觉得自己这样颇有气节 还想撇清老五 他知不知情 顾很清楚 这是你们讲兄弟一起的时候吗 五哥他做不了初 所有决断都是我一人错的 放行的人是我 那说烦的应该也是我呀 为何要让五哥顶罪 难道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我比他有利用价值吗 住口 你是就这么想自己的父亲 顾客真是待你不薄 你可只这短短半日 腾河的褶子像血片一样送入宫中 老五已经亲口承认是他自己所为 他还是单纯的女婿 他还是单纯的女婿 说与此事无设 这满朝文武 谁能相信 可我逆他 就是我 不是他 你是在逼迫宫吗